大家好,我是dexpieny人,我是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subquery纸查询 我们这次都会继续用之前的例子 如果大家想看个例子,去看之前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开始的话,也可以下载这次的sample法 我们很简单地讲一下什么是subquery 你用任何的法款在一个query里面再加一条query 我们就叫做subquery 最常见的例子我们就会用一个in或者notin的格式 事不宜迟,立刻开始 记得Let's subscribe and send给你的朋友 在我们今天的示范之前,为了方便做demo 在Activities 加一个新的学会 完成输入了,我们开始今天的demo 就是想用subquery找出有人参加的学会 以及找出一些没有人参加的学会 开始create一个新的query 转用sql view 要把问题拆解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找出所有的活动资料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出现过在Activity Participation 里面的 Activity ID 那个欄 就代表是有人参加了 如果它没有出现过在Activity Participation 里面的 Activity ID 那个欄 就是代表那个活动是没有人参加的了 这个很直接 我们习惯将这些问题拆散离去做的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 将我们两个部分 逐一去击破 Selecting from activities 这个句子就是找出所有 Activity 的资料 这个就先盖住 把它抄去一个地方 暂时塞住 之后我们继续 另外一个部分的时间 第一次把它继续 就是找出Activity Participation 里面的Activity ID 这个就是Activity Participation 里面 所有出现过的Activity ID 那么我们将两部分继续 现在我们的条件就是 找出所有Activity 的资料 筛选的条件就是 Where Activity ID 有出现过在Activity Participation 里面 那么我们就将这些确认 拼在去 看看现在出什么结果 结果是吻合的 就是说 找出所有有人参加的学会 那现在New 这个 就是暂时未有人参加 所以它就没有列出了 看看Activity Participation 这个表 有出现过的Activity ID 的资料 都会出现在现在这个确认里面 那这个就是En 反之 如果我想找未有人参加的学会 那就是在前面加一个Node 这里就找出了New Club 因为它的Activity ID 是没有出现过 在Activity Participation 里面 用的Activity ID 那一栏 所以这里就得出这个结果 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SubQuery 其实都可以用任何的花款 去做一些调整 假设想找出有两位同学或以上 参加的Activity Participation 可以用之前我们学过的 Aggregate Function 去做 如果大家未有机会 看到Aggregate Function 里面的这一部分 又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现在这里 中间就换一换 这个句子 假如今次的Case 就是找出要有两位同学或以上的活动 就是可以 where Activity ID in一个Statament 我现在又是抽走这个整句 我现在先继续 关于有两位同学或以上的句子 选择Activity ID fromActivity Participation group by Activity ID having town Activity ID 大国等于2 觉得出的结果就是 Photo Club 会有两位同学或以上的同学 参加的 和我们预期的结果 我现在就把这个句子 又返回到我们原先的例子 那里 得到的就是 所有Activity ID的资料 的条件就是 有多于两位同学参加了 今天大家就看看 这篇叫select 入面做subquery 大家都可以用差不多的原理 去用insert update 或者delete 那些情况 之后有机会 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主要的句话 就只有in 和not in 大家想不想到 有subquery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的需要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 帮到你的话 记得Like Subscribe Subscribe 我们下次再见